大家做安不安慢安全 欢迎来到Raymond Wong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记得这个一定要做 还有可以的话叫朋友订阅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讲一下美国纽约正在开的联合国大会 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关注 因为联合国大会有很多东西说出来 拜登说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拜登呢 因为他说的东西 究竟会不会影响到现在战争的走向呢 先听听他说什么 先讲讲他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有残酷的冲突 他就说 由于人类精神的人性和和解的力量 战争最终也会结束 现在这么残酷的冲突也好 事情都可以变得更加好的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他就说面对加沙、苏丹、乌克兰的战争 和气候危机、人工智能的前景与风险 和其他紧逼的挑战 他就说他知道前进的道路是存在的 拜登就说我们面临的考验 是确保我们 整个联合国大家庭 团结一起的力量 比我们分开的力量更加大 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 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几十年的未来 他说的选择是什么选择呢 拜登第一件事就借俄罗斯 说俄罗斯的全面入侵 美国始终和乌克兰暂在一起 并且维护联合国现象 与此同时 以色列和加沙的无辜平民 正在经历地獄感的煎熬 因为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发动战争 在以色列造成一千多人死亡 劫持了大概250个人质 拜登就说 现在是各方拷定停火条件的时候 让人质回家 减轻加沙的苦难 结束这场战争 他又说到苏丹 苏丹那边说 世界必须跟军方领导人对话 停止阻纳援助 现在就要结束这场战争 拜登就说 现在人需要的不单单是没有战争 他就承诺了 美国就会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在2030年之前 实现减爬一半的目标 拜登就说 联合国是要调整的 以及带来新的声音 拜登就说支持改革 增加安理会成员 他就补充说 现在是向前迈进的时候 他有说到 对领导力的最大考验 莫过于我们怎样应对人工智能 必须利用人工智能 带来的好处 有必要确保 这项技术就被用于造福所有人 他又说到一件事 就说他做一届总统后 就退出了选举 拜登说 有些事情 就比继续掌权更加重要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相反 我们比自己想象要强大 我们团结起来 就比单打独斗更强大 他就引用了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的说话 在完成之前 没什么是没可能的 他就说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没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 这样 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笑呢 这就是他说话的 summary summary 说了给大家 好了 现在说一下 仔细一点的内容 仔细一点的内容 其实 现在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现在他们看起来 都是会全面战争的 很多人都认为是会 我也认为他们是会全面战争的 那麽拜登他有警告到的 这样的冲突是灾难性的 那麽他就认为 是可以拉回头 未必一定要打 那麽拜登他说 情况已经升了 那麽全面战争就不符合 任何人的利益 都是有可能解决方案 事实上 这个仍然是 实现持久安全 并且允许两个国家的居民 回到家园的唯一途径 那麽拜登呢 他也强调了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 停火的重要性 但是其实 以色列和哈马斯 没得停的 没得停的 哈马斯严格来说 已经被人打残了 不过 他会几十年后 又有一批新的哈马斯 这样的打法 以色列是能打得赢人的 但是他没办法 制造一个持久安全的环境 这是我说的 不是拜登说的 拜登他的说法就是 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 不单止要停火协议 这个停火协议 又不单止是结束加沙战争的关键 也是冷却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敌对行动的关键 那 因为这个 真主党 在黎巴嫩之间 在黎巴嫩之间 他到现在 都是继续 和 这个 以色列是打仗的 也都继续向以色列射火箭 那他不断射火箭的时候 那想做什么 那他们 真主党的说法一直都是 我们只要你停了 加沙战争 我们就会停的 这样 之前是有说的 不过现在是不会的了 现在 因为以色列那边 就 将整个行动升级了 那真主党那边 他又不会轻易停火 那 拜登 就 说 刚才我都说过 要敲定停火条件 将人质带回家 确保 以色列和加沙的安全 那他还有 又说了一件事 是要加沙摆脱 哈马斯的控制 减轻加沙的苦难 结束这场战争 其实呢 在黎巴嫩 现在的局势当然是大事 黎巴嫩卫生部的说法就是 以色列这个星期 在黎巴嫩发动的集击 这个星期 不是上个星期 这个星期 现在过了几天 他已经造成了550人死亡 当中有50个小朋友 以色列的官员又出了来说 他们现在转向一个新阶段的军事行动 重点呢 就是关注黎巴嫩 就不是加沙 不过以色列那边他们的说法 就是 自从上年10月7日以来 真主党的火箭集击 就迫使以色列在他们北部的社区 撤走 就大概67,500人 有很多城镇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根据联合国的说法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报复性襲击 已经导致超过11万1千人流离失所 那么拜登 他这次很可能 就是在联合国的说话 其实就是他公共生活 public life 这个 就是做了50年 他在联合国应该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 他这次说话 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说外交政策的 还有现在加沙停火没有进展 其实 美国那边的官员就认为 以色列 不会妥协 哈马斯又不会妥协 真主党那边也不会妥协 基本上 这个谈判就陷入僵局了 拜登 他也有将他的演讲 说他如何支持 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 还有他有说到 美国引领的联盟 捍卫了世界各地的民主 他说支持乌克兰那部分 他有说到一件事 他有提到北约 他说北约 原来 最初已经弱了很多 不过现在更加强大 他是这样说的 当然他又说他自己 拜登 1972年首次从政以来发生的战争和世界事件 他说全世界现在不断发生无数冲突 乌克兰加沙苏丹的战争 他相信世界现在在另一个拐点 拜登说他不寻求连任 就是想继续推动保护民主 这是他总统任期推动的目标之一 刚才他说过 有些事情比掌权更加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的员工 帮你工作的人 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相反 拜登也有说到 就是 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的 报复性军事行动里面 遭受很多腐难 他又用回加沙卫生部的数据来说 他说已经造成了 41,000多个巴勒斯坦人死亡 并且盗窃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严重加剧了 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 拜登 把责任放在哈马斯上 他说 世界绝对不能在十月七 逃恐怖面前退缩 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和责任 确保这类襲击不再发生 他又是说自己曾经很心痛 因为他跟人质会面过 他跟人质放出来的人质会面过 他就心痛 好了 当然 加沙的无辜平民 都是在经历地獄的了 一千上万的人丧生 其中包括救援人员 援助人员 太多家庭流离失所 塞进帐篷面临严峻的人道灾难 他们并没有要求哈马斯发动这场战争 这是拜登说的 其实第一个国际领袖在联合国发言的就是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袖 应该这么说 就是 约旦国王 阿卜杜拉尔世 第一个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的阿拉伯领袖 就是约旦国王 一个圣裔家族 他就说他见到冲突苦难的痛苦 他就说 随着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轰炸力度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麻烦 阿卜杜拉尔世 他就说 以色列政府的襲击 造成了近期冲突中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因为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国家来的 应该是 因为两国方案 但他们现在严格来说 就未是一个国家 未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他也说到一件事 阿卜杜拉尔世 他就说 截资而同数量最多的群体 他又是讲加沙的人 以及前所未有的破坏程度 这也是讲加沙的情况 全世界都在这里关注 历史就会根据我们表现出的勇气 来判断我们 要我们承担责任的 不是未来 此时此地的人 都会要求我们承担责任 阿卜杜拉尔世 他就没有直接批评美国 但是 他的言论就反映了 阿拉伯国家 以及全球南方国家 在内有很多美国的盟友 对拜登向以色列提供 基本上是没有条件的 军事支持的政策 就很失望 虽然加沙已经搞到 一锅足了 但是 美国还是没有条件 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 这个政策 那以色列他怎么说呢 以色列他就说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他只能努力消灭加沙的哈马斯 现在以色列他们的说法就是 为什么加沙死了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哈马斯 渗透了平民的策略 直接结果 其实很多人权和救援组织 援助组织都说 以色列在防止平民相亡方面 几乎没有採取任何措施 而且以色列做了一件事 是积极阻劳援助进去加沙 那... 其实拜登的任期只剩下4个月 其实他的演讲和其他活动 他也是弄好自己的政治遗产 弄得漂亮一漂亮 打磨得漂亮一漂亮 那... 那... 禮拜二下午的时候 拜登 宣布了他下个月 会去德国和安格拉 这...应该 11月5日 美国选举之前 他最后一次出访 那...白宫... 他说在德国 拜登会加强美国 和德国对民主的承诺 並且會說兩個國家在保護烏克蘭方面的共同努力 保衛烏克蘭 為什麼拜登要去安哥拉呢? 拜登答應了 他本來答應了2023年去訪問非洲 但是他沒有做到 他現在就去 努力展現美國對非洲大陸的承諾 當然這件事是對抗中國在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大家都是這樣看的 拜登在星期二的演講講了很多話 他昨天的演講講了很多話 他是全球領導人之一 他敦促了聯合國 堅決反對侵略 這件事是被抗到普京的 其實就是 因為普京去打烏克蘭就是侵略 他真是過了一個主權國家的邊境去打人 那麼 拜登就說 他和賀錦麗都認為俄羅斯的入侵 是對聯合國應該代表的一切的攻擊 那麼 拜登有警告的 就是俄羅斯到現在都能夠打贏俄烏戰爭 俄羅斯將這件事定性為特別軍事行動 不是戰爭 那麼 拜登還說他自己的烏克蘭政策是成功的 他說世界現在要做另一個選擇 我們會繼續支持烏克蘭贏得這場戰爭 並且維護烏克蘭的自由 還是一酒料之 令侵略再次發生 並且摧毀一個國家呢 其實習近平也有在聯合國演講的 待會可以講一下習近平說什麼 拜登說 我知道答案 我們不能夠感到疲倦 我們不能夠袖手旁觀 也不可以放棄 對烏克蘭的支持 直到烏克蘭贏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他要講公正的和平 即是就這樣停火是不算的 好了 其實俄羅斯在烏東地區是有進展的 他們的戰線不會說謊 而且他們實際佔多了一些城鎮 俄羅斯是 這是事實來的 當然有付出代價 俄羅斯不是沒有付出代價 但是他們雙方現在嚴格來說 還是一個膠著的狀態 烏克蘭的一些盟友 擔心 烏克蘭可能會被迫 向俄羅斯讓步結束戰爭 拜登也面臨 一個壓力就是 扎蓮斯基給他 就是美國製造的飛彈 深入俄羅斯領土 扎蓮斯基 他就要求美國和英國 都給他們用長程的武器 打入俄羅斯領土 他們也叫了德國 給他們一個批准可以這樣做 但是西方是沒有批准他們這樣做的 烏克蘭的扎蓮斯基 其實他這幾個星期 就是把這件事 做了受邀任務 其實有很多歐洲領導人 都同意烏克蘭的觀點 但是拜登政府內部 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國防部和白宮的人 就是他對於這個政策的改變 是抱懷疑的態度 但是國務卿布林肯 他這個月訪問了幾乎 他就說這個 我們有開放的態度 這個施紀賢在英國 他都說支持這個政策的改變 拜登、賀錦麗和施紀賢 這個星期會再見面 再討論這個問題 那扎蓮斯基 他就 哀求全球領導人 不要背棄烏克蘭 這就是在安理會會議上說的 他就說支持烏克蘭 是維護聯合國憲章不可畫決的一部分 那個憲章有說到 各國在發生事件的時候 有權進行自衛 武裝還擊 那扎蓮斯基就說 俄羅斯總統普京 違反了很多國際規範和規則 我們就沒有針對世界不同地區 有不同版本的聯合國憲章 其實拜登在處理烏克蘭衝突的熱視 其實就做得比中東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比較多的美國盟友 都是同意美國的那種做法 不過當然也有很多國家同情俄羅斯做的事情 全球南方國家有很多都是同情俄羅斯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都不表態 拜登當然他這次應該是 最後一次在聯合國演講的了 有歐洲的領導人當然是讚拜登 尤其是丹麥首相佛雷德里克森 他就稱讚拜登 把歐洲國家團結一起支持烏克蘭 因為現在民粹主義的勢力 在威脅這種支持 拜登就非常熱衷跨大西洋的關係 但是丹麥首相就說 無論哪一個是下一任美國總統 這種關係 他希望可以永遠持續下去 拜登有說到蘇丹內戰 以及蘇丹有人道主義危機 現在蘇丹有幾百萬人處於饑荒邊緣 他就說美國在向受影響的人 現在盡力提供緊急援助 發揮作用 拜登有說另外一樣 就是減少碳排放 以及應對氣候變化 管理與中國的競爭 這個他有提到 在聯合國也提到 應對人工智能的前景和風險 以及 也會推動安理會的改革和擴大安理會 也宣佈美國 會向非洲運送一百萬劑的 即是猴斗疫苗 美國、英國、中國、俄羅斯、法國 這個安理會上任理事國 被批評為功能失調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國家可以否決權 任何決議都可以否決 譬如俄羅斯就否決過 支持烏克蘭的決議 美國經常用否決權 是保護以色列的 其實他們是夠惡的 你說實際上會否改革這個安理會 是不會的 說是會的 實際是不會的 實際是不會擴大 拜登當然 他就說到 他現在做了50年公共服務 是要換人的 這就是民主的靈魂 是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這就是民主的靈魂 輝贏的靈魂共同體 有50年正棍完美示範的演詞 功力果然深厚 好事當然是講盡 好事當然是講盡 實際 說的話有多少貼近事實呢 我的理解 其實他也是講事實的 但是他最敗筆的一項就是 我認為 國際社會也是這樣認為 就是無條件支持以色列 但是美國 哪一個做總統都是這樣 我告訴大家實情 就算特朗普做 他也是無條件支持以色列 甚至 會做得更過分 這個沒辦法 這就是以色列的能力 的一部分 以色列的抄能力的一部分 因為他有抄票 好了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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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